这个移民来温宫华了 接近20年了 很少做Sky 刚才来买这个Depass的时候 我们不会买 一个韩国小姑娘帮我们买上了 后来才算错账了 Depass不合算 因为我们去当趟去一次 搞完活动再回来 去趟值趟是3块1毛钱 一个一趟 或者再买一次 3块1毛钱 6块2毛钱就行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买个Depass Depass花了11块2毛5好像是 尝试一下吧 平时都工作 开车就没有做过Sky 我的朋友竟然带了十几年前 纸质的Depass 那是 根本就不能用了 还要去Office的换算 可能充值一下 今天是2023年的 12月2日 我们从Richman上了这个Skytrain 刚才一上车就碰到我一个同行的朋友 去前往Dontown 我们今天都去 参加一个活动吧 因为做视频的时候 不能说出一些敏感的字眼 不说了 我们去表达一项诉求 也不是穷愿 也不是其他的 因为这 所以敏感会把我封掉的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去飞机场的中转站 因为很少坐马 只能猜一下 今天天液不错 其实我刚移民20年前来温华的话 刚才你们看到动作高楼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楼 这20年 是Richman也发展挺快 很多高楼了 很多人说 我国内发展得非常迅速 到处就高楼 但这边是发展得非常慢 但是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 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吧 但在我们眼里 整个温华 其实发展也非常 变化也非常大 因为20年的时候 20年之前 我们从温华来Richman的时候 经过这桥的时候 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高楼 但现在 就可以看到 道路都是高楼了 而且堵车也特别严重 也说 每个地区 有每个不同的发展趋势 每个地区 有不同的发展规则吧 所以说 不能强制说 这个国家好 那个国家不好 那个地区快 那个地区慢 现在能看到前面这个北岸的雪山了 非常清楚 哇 这个人是第一次来拍这个视频 我拍了很多视频了 我如果没有计划 我现在应该拍了2500多个视频了 觉得点击量可达到十几万也有 最高的我是二十几万点 但是还真是没有拍过 我们生活这个城市了 这个 做十个人拍的场景 而且今天天气 正好放清了 非常给力 这正好是 Pagraferta和Hongrichman 进入了温华地界 这个地方平时工作时候开车 无数次这个场景 我们都经历过 但是没有在这个Sketry上坐过 开车都是经过的 下面的 城市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交通拥补特别严重 现在每天早晨上班 八九点钟的时间 到着堵车 下午从两点以后 到六点的时间 全都堵车状态 所以城市的发展 人口的机动 必然带来一些 负面的影响 现在生活成本 越来越高 就是这些带来的 每天的路上 花费的时间太长 这个正好是从 richman到了温哥华了 这是温华地界了 这个地方太熟悉了 每天上线八分钟 都要经过这附近 但这种在时刻上 拍视频是第一次的 好五分钟了 感谢各位啊 今天的直播到的结束